关张瀚与那扎分手前后的微博状态,你能看出谁更爱对方吗? 张瀚与鼓励那扎的恋情一路走来,充满争议跟坎坷。 自从二人公布恋情之后,男方背上了渣男的称号,女方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人们口中的第三者。 再加上张瀚前女友郑爽热搜体质的加持,两个人一路被黑,一时间可以说是娱乐圈中恋情最艰辛的明星情侣了。 但是二人一直没有放弃对方,在一些节假期还会合体撒撒狗粮。 人们也渐渐接受了二人的恋情,从一开始的看见就防到最后的默默祝福。 毕竟,说句公道话,事实的真相谁也不知道,而感情的是谁又能谁得清呢? 但是在去年年底,这段长达三年的恋情还是走到了尽头。 两个人的工作室同时发出的通告中表示,两个人已经在几个月前和平分手。 这让不少人唏嘘不已,其实张瀚和纳扎还是很般配的,俊男美女,一眼望过去是非常扬言的一对。 按二人的工作室发文说他们是在2017年的10月中旬分手的,那么就以10月15号为例,小编去看了二人的微博。 古丽娜扎在15日之前一直是宣传新电影。 10月15日还是在宣传电影,但是没有打下任何文字。 不过之后的微博一直也只是以工作为主,偶尔发发魅照,没有什么不妥。 而张瀚,她的微博从10月10日之后到10月22日期间一直没有任何更新,不是倒是不是因为分手还是太忙。 之后,张瀚在月底发了一条微博。 她写道,当你把心意变成习惯去做,就变成了理所应当。 配图是一个人在水边的照片,背景的城市烟火更显得她很落寞。 微博配图 尽管只有两句话,但是在今天看来,这两句话又好像并不是那么简单。 粉丝也在下面评论,安慰张瀚不要伤心。 还有人要她追回小爽。 看来粉丝还是不甘心啊,服了。 时至今日,那扎的微博还是更新不断,张瀚相对更新的要少一些,这可能跟个人习惯和工作要求有关系。 两个人的分手可以看出是属于和平分手,做不成恋人做朋友。 张瀚的微博跟那扎的都没有把对方完全清除,都还留着二人曾经相爱过的痕迹。 那扎保留两条。 张瀚也是,跟商量好了似得哈哈。 但可能爱情有时候就是不那么公平,有的人转身就能放下,有的人放不下,不过时间长了大概都会放下或者说是不再提起。 男人跟与人是不一样的,难过的周期也不尽相同。 也许仅凭一个微博状态并不能说明什么,真实的原因只有他们知道。 写道着李小编突然想起一句话,人们总是这样,突然间相爱,突然间就不爱了。 相爱容易相守太难,且情且珍惜。 祝福他们各自都能发展得越来越好吧。 图片图片源自网络,如有不妥联系小编删除。 文字未原创,禁止抄袭,如发现抄袭必将追究到底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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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